欢迎欢迎摇卡 其实只要我做关于杯测的视频 都会看到这样的留言或者弹幕 我知道说老粉肯定有很多我们频道的新闻 所以说刚接触咖啡不久的朋友 可能看到杯测或者是措息的时候 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这个可以理解 比如你在一家餐厅里边 一个人吃饭或者喝汤的声音特别大的时候 所以说今天这一期我们想单独来聊一聊咖啡中的杯测 首先聊一聊咖啡杯测是为了什么 这个环节通常是一些咖啡的烘焙商 为了评判一只咖啡豆烘焙的好坏 或者是寻斗师评判一只生豆的品质 进行的一个品控的环节 杯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上一个杯测勺 这个勺子它是圆形的 咖啡液体在勺子里边就会比较集中 比较严谨的杯测都是会有一张杯测表的 测试的时候也是需要在杯测表上进行评分 以及记录自己喝到整体的一个感受 当然我们自己平时杯测的时候就比较不严谨 只是简单的来测试一下咖啡的风味 香气以及有没有缺陷 我先来讲一讲咖啡杯测的过程 我们要先准备器具 那杯测杯 那这个杯测杯呢 大家可以看它是200毫升 那咖啡豆我们准备13克 那研磨咖啡豆的粗细呢 要比手冲咖啡的粗细度稍微细一个度 要先闻一闻磨碗粉的味道 这个叫干香 然后呢我们可以写下来记录下来 接下来呢我们会用烧开的水大概95度的样子 那4分钟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破渣和捞渣 其中在等待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闻一闻咖啡的湿香来记录下来 破渣捞渣的这个动作呢是可以一气呵成的 捞完渣的这个勺子可以用清水洗干净 之后可以捞另外一杯 那重要的步骤来了 那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品鉴错息 那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 你只是用嘴来错息是不行的 你要用到你的胸腔的气 还有把咖啡液整体吸入到嘴里 无话到舌头上 那这个步骤很关键 这个跟你直接喝一口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当咖啡的液体被快速的撕吸到口腔的时候 那咖啡的液体呢是以分散的小体积物化的舌头表面的 那在舌头的表面呢它分布的就更平均 那你能感受到的咖啡的味道也更直接和迅速 也能够提升鼻后嗅觉以及味觉的感知 如果你去喝一杯咖啡 你只是先用舌头舌尖舔一下的话 你是会觉得有一点微微的甜味的 那个你先用舌尖轻轻的舔一下尝一下味道 感觉怎么样 有点淡 然后甜甜的只是很弱的甜感 就尝不出特别明显的那个咖啡味 那再喝一小口 然后呢保持在嘴的前端 不要往下咽 对不要咽 描述一下 就是舌头前面它尝不出很明显的这种咖啡味 然后没有那种巴黎感 有酸味没 就是很微弱的 因为舌尖感受不到特别明显的风味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杯测的时候要错细 当然我们自己平时喝咖啡或者是喝汤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 那另外因为咖啡粉和水是完全浸泡在一起的 所以那杯测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喝几轮来喝不同温度时候的味道 热的时候和冷下来的时候呢 那味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那希望看完视频 当你买了新的咖啡豆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玩一玩 那另外那大家之后再有看到我们测试咖啡味道错息的时候呢 那希望不会再有这样的疑问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求赞求B 求关注我们下期见 Cheers